二日,由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,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主办的《闽台木板年画展》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福州三房七项开幕。 93幅精美的木板年画,为融成的新年增添了喜庆色彩。 木板年画是由木板雕刻印刷画的轮廓,再由人工或套版上色制作而成的年画。 画的内容大致可分为风俗类、门神类、连环画、纸扎画以及宗教用连画等。 传统木板年画早在清朝时期,久经由漳州、泉州等地传至台湾。 福建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东方说,漳州木板年画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 以其为代表的闽台木板年画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,浓郁的乡土民俗气息和绚丽的民间艺术色彩, 被广泛运用于岁石节庆、民俗信仰等传统社会中,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。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月9日,之后还将陆续举办软木画、寿山实展等民俗特色展览。 感谢观看